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着过两天能够一起出去散散心 隔了一会儿 小英回复我 我也想去啊 可是公司里实在臭不开身 我抱怨着说 你这么忙吗 约了好多次 一次都没来 后来她告诉我 其实自己也不是特别忙 只是有时候同事会把自己的活给她做 一来二去 不忙也变得忙了 我很诧异 于是对她说 你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就行了 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这么累呢 小英说 阿循 你不懂 我是新人 做事得勤快一点 就算公司没有要求 前辈们提出了 我也不好拒绝 熬过这段时间就好了 后来 她的同事们并没有任何收敛 反而连收个快递 拿个外卖这样的小事 都要让小英代劳 小英在公司里每天跑上跑下 十分繁忙 有时 甚至她自己的本职工作都需要加班完成 一次午后 小英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工作方式 便拒绝了同事的要求 同事感到很诧异 为什么 这个工作一直不是你在做吗 小英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有底气一点 可是公司规定 这个文件是交给你做的 同事还是不甘心 你不是喜欢做吗 刚好快要完成了 你就再帮我一次吗 你看 你所以为的好心肠 在别人的眼里 变成了理所当然 小英没有接过文件 相反 在后来的日子里 她拒绝了几乎所有的无理要求 她用上班时间专心做自己的工作 完成自己的工作后 同事确实有困难时 她也积极帮助 和同事相处很融洽 闲暇时 看书加强学习 自己的专业能力逐渐提高 工作业绩也越来越好 小英说她现在的生活 才是她自己想要的 不用再顾忌别人的想法 不用刻意去讨好别人 其实帮助别人是一件好事 但当别人将她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时候 帮助本身的意义就变了智 前几天和朋友一起出门 在步行街上遇见一个行奇的老汉 朋友是个多愁善感的女子 属于小时候看待遇葬花 也要哭上半天的那种 她见老汉向她伸手 便从钱包里掏出一些零钱给她 谁知那老汉似乎并不满意 操着一口浓重的香音 骂骂咧咧地说着什么 大意是嫌弃朋友给的钱太少 没有同情心之类的 朋友听后气冲冲地走远 把那老汉越演越烈地骂声 抛在脑后 后来朋友告诉我 以前他出门的时候 经常会遇见那老汉 每次都会给上十块钱左右的零钱 但他今天身上并没有带纸币 于是 把本来打算做地铁的硬币给了老汉 老汉似乎认得朋友 大骂他的良心变了 朋友觉得很委屈 好心帮主 怎么就被人骂了呢 其实这世上有很多类似的人 他们试图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来抨击别人 把别人的善良当作是理所应当 他们往往忘了 帮忙是情意 不帮是本分 就像朋友遇见的那位老汉一样 你有乞讨的权利 我也有拒绝的权利 亲戚家的孩子小林 马上步入高三 我到他家中做客时问他 学习的压力是不是重了很多 小林说 学习上的压力 其实并不是最重的 最重的是与人相处时的压力 小林学习十分认真 被班里的同学称为学霸 每天会有很多同学找他帮忙 解超一下作业 或是解答一道问题 甚至考试的时候 还需要小林提供一些帮助 小林说他很苦恼 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些同学 如果全然不拒 他属于自己的时间 则会骤减大半 可是拒绝的话 碍于同学的情分 又不好说出口 我告诉小林 除了适当地教别人解题 其他方面的要求 可以通通拒绝掉 因为你不能始终地帮别人做题 给别人答案 就算度过了眼前的期中 期末 还有高考和其他考试 你的帮助只能是一时 并不能是一事 他们所认为的帮忙 其实是一种很自私的表现 不劳而获 是不能长久的 当失去依赖时 他们可能会选择怪罪于你 怪罪你的帮助 让他失去了 自己独立完成考试的能力 有时候拒绝 是为自己解惑 也是为了让他人找到答案 三毛说 不要害怕拒绝他人 如果自己的理由出于正当 当一个人开口提出要求的时候 他的心里 根本预备好了两种答案 所以 给他任何一个其中的答案 都是意料中的 很多时候 我们不懂得拒绝别人 认为这是一件 很博人面子的事情 其实不然 合理的拒绝 才能让我们相处得更愉快 我认为 拒绝不是一个贬义词 它能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 活得更自如 我想 拒绝应该是果断的 我不愿意 或者我没有能力做的事 为什么不能拒绝呢 生活不易 仅仅是自家的柴米油盐 便足够自己头疼 为什么还要耗费精力 去做自己并不愿意的事 虽然对于很多人来说 说不需要很大的勇气 但是合理的拒绝 才能让自己的生活 过得更快一点 毕竟 我们不是救世主 没有理由 也没有能力 去解决所有别人抛过来的问题 我们要懂得拒绝别人 也要尊重别人的拒绝 毕竟 这人生不过几十载 总要懂得 为自己而活 好了文章分享完了 希望看了这篇文章之后 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 懂得拒绝别人的人 感谢您的聆听 关注读者微信公众号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